超过一百名黑衣人浩浩荡荡绕着立法院走 不是来为事 他们全都是国民党立委助理 拒抹黑 反霸凌 部门日前被指控是来路不明的黑衣人 助理们决定统一穿上黑衣 现身一场前抗议 拒绝抹黑 拜托你这个大委员 不要用抹黑的方式 用抹黑啊 你把它抹黑掉 然后霸凌啊 这不叫霸凌 什么才叫做霸凌 你们用你们的网络声量抹黑助理 用以大欺小的方式 我们深深以为不辞 而且躲在键盘后面来抹黑人 他们不说 照我来看 谁叫操手啊 共同签署雷鼠书要求道歉 现场也秀出助理证 会这么生气 起因是这件事 国民党三日在立法院正门口 抗议监察院人事案 遭立委陈伯伟和王定宇指称 动员黑衣人强攻国会大门 事后调查却发现 所谓的黑衣人 原来只是陪同立委的助理们 如果要做这样的事情 请委员自己站出来 不是把助理带在身边 助理去介入这样的事情 未来在立法院内 是不是各党团的助理 都可以介入内部的纷争跟抗争 灰酸国民党不知悔改 找不能代表民意的助理介入 未来立法院恐怕常常上演 撂人大战 监察院人事案 蓝绿另辟战场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欢迎新闻杨阁 张家宝 陈信燕 张哲豪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